康特再次找到老者 寻求帮助 并成功地从老者那里借到了钱 尽管老者明白康特的性格仍然不够成熟 但他还是选择了帮助这个不成熟的徒弟 尽管老者感到无奈 但他仍然愿意尽自己的能力去支持康特 那么你们觉得康特什么时候才能还清老者的钱呢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 姐姐阿姨们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阿东 也请大家去阿东的橱窗多多支持一下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今天一早 老者便受到了康特的电话 康特表示自己已经找到了阿祖法 母女平安 但是阿祖法不想离开他目前居住的小屋 所以他需要老者的帮助 老者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表示来工地找他就行 十几分钟后 康特带着小男孩匆匆赶到老者的工地 他急切地向老者说明了自己昨天的情况 希望能够得到老者的理解和支持 老者耐心地听完康特的叙述 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既然阿祖法不愿意离开他目前居住的小屋 那么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然而 康特对此显得非常犹豫 他对佩伦和阿祖法的摄影师仍然抱有很深的疑虑 这种多疑的心态源于他对阿祖法安全的担忧 也是因为他对这些人不够了解 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的不安全感 这种心态使得康特难以接受老者的建议 他仍然想要采取行动 带走阿祖法 在这种情况下 康特向老者提出了借钱的请求 老者身上并没有多少现金 但他没有犹豫 直接给了康特一张银行卡 并告诉了他密码 让他随便花 但同时也提醒他不要乱花 这一行为显示了老者对康特的信任和慷慨 他愿意在康特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阿东每天都很认真为大家做好视频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 不妨给阿东点个赞 支持一下 今天阿东也是继续给大家带来福利 姐姐阿姨们如果想吃这个伊朗椰枣的话 可以去阿东的橱窗看看 这是阿东专门为你们准备的进口伊朗椰枣 只要28块就能到手一斤装 口感绵密 微甜不黏牙 男女老少都合适 而且椰枣是好东西 不仅营养丰富 吃了还对身体好 趁现在阿东这里还有优惠 赶紧囤一些吧 点击阿东头像就可以去橱窗选购 康特对老者的帮助表示了深深的感激 然后他又提出了想要借用老者的汽车几天 因为他自己的卡车又出现了老毛病 老者没有推辞 他去查看了康特的卡车后 决定让康特开走自己的轿车 而卡车的问题他会帮忙处理 这再次体现了老者的慷慨和乐于助人的品质 他不仅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 还提供了实际的解决方案 康特表示等下就得去阿祖法那边 但老者建议他稍作等待 然后老者驱车到了附近的商店 开始购买各种食物 准备让康特带给阿祖法 这个举动不仅体现了老者的细心和体贴 也反映了他试图通过实际行动 来缓和康特与阿祖法之间的紧张关系 老者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去教导康特 无论是在为人处事方面 还是在树立正确的人生三观上 尽管康特的学习能力较慢 进步不大 但老者始终没有放弃他 耐心的引导和教育 他把这些食物都交给康特 然后嘱咐他好好地和阿祖法和佩伦沟通 不要再打架了 康特感激老者的感慨帮助 然后准备开着老者的汽车前往阿祖法的小屋 再打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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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架了